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个被装反的视网膜 光线必须先穿过一层薄膜组织才能抵达光瘦器 而视神经通过的区域就成了视觉盲点 我们明明也可以像投足动物一样 把光瘦器正对光源 让视线更加清晰完整啊 老天爷啊 为什么要导致我们的视网膜呢 科学家现在也搞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 演化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 演化进行了数十亿年 有些古怪的遗传特征 不是一时半刻可以抹除掉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 在你身上的历史遗迹 耳前楼管 有些人的耳朵前方 有个叫做耳前楼管的小洞 科学家推测 这是人类从海底生物演化而来的证据 鱼类在胚胎时期有四个腮弧 分别会长成鱼的上下汗或腮部结构 人类胚胎同样有这些腮弧 但由于我们不再使用腮来呼吸 它们会发育成复杂的头部结构 耳前楼管很可能就是 第一跟第二腮弧在融合时 没有完全结合所产生的孔洞 许多动物在寒冷或遭受威胁时 会收缩树毛鸡 力气体毛 加深毛发的厚度 用来保暖或威吓敌人 人类也保留了这样的生理机制 但早就已经不再毛茸茸的我们 只能看着树毛鸡在手上形成 一粒一粒的鸡皮疙瘩 除了掉满地之外 一点用处也没有 尾椎骨 人类的祖先曾经在丛林里生活 因此他们需要尾巴来平衡重心 与抓握枝干 当人类学会双脚走路并离开丛林 尾巴也渐渐失去功用 以末尾短短一节尾椎骨 藏在骨盆后方 不过有时候演化的不完美 会直接造成生理上的困扰 举例来说 人类的重心分配 从原本的四肢转移到双腿和脊椎 但脊椎还没有完全演化成 适合站立的形态 很容易因为受力不均 压迫到椎间盘 让人类享有其他动物没有的困扰 椎间盘突出 另外负责固定肠道与内脏的长细膜 附着在腹腔背面 对于四肢行走的猿类来说 可以从上方悬掉脏器 是个非常合理的设计 不过对于直立的人类而言 如果长时间久坐 这样的设计反而会让长细膜疲劳 造成撕裂伤 这么多的不完美 我们有机会修正它们吗 如果没有太选的压力 这些不影响存活率的特征 很难被剔除 而研究显示 人类仍在快速的演化当中 几千年来 我们的外貌免疫力 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未来 如果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便利 又会是哪一个器官 渐渐被淘汰呢 大家都是哺乳类 不要分那么细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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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